《孔雀王》是一部以講序佛教命中的神怪漫畫 在現今東立所出版的套書中 左上角名列著未滿18歲不得觀賞的景語 不過在80年代的台灣 漫畫版權及分級的問題尚未獲得太大我的關注 當時印製的出版商金歡樂雖然知道是一套限制集的漫畫 但並沒有在封面上加上景語 不過就算印上景語 只要押上學生證 就可以用一本五元的代價照樣租一本漫畫回家看三天 也因此使得當時本英無緣越南該作品的 國小國中學生得以一口全貌 孔雀王作品的設定時空是現代日本社會 初期是以短篇單元的模式 描繪著退魔師孔雀除魔扶妖的故事 著重描寫人在為子、為力、為名之下 所引發的種種怪奇事件 所除退的與其說是妖魔不如說是人心貪吃 這個時期是我最喜歡的部分 內容精簡、叫人玩味 作品中期藉由黃帆星引領出主要的反派組織 六道眾 與主角孔雀所隸屬的密宗教派李高野的互相對立關係 主要配角 周近道的亡人丸與茅山稻樹的皇家仙道士黃海豐二人 也開始與孔雀聯媒行動 在逐步瓦解六道眾所製造的事端 同時也開始讓讀者秀出反派的禍世大吉 故事末期主要是由孔雀的紳士之謎 開始揭開六道眾 御魔復活天蛇王的軌跡 開場戒曼陀羅中的眾神佛 依附在縣世宿主被六道眾一一擊殺 掌握著聖杯的天蛇王 在中台八頁院的輔佐之下 是否能夠完成計劃的最後一步呢 有興趣的觀眾不妨找來一約 以探究竟 孔雀王作者迪野貞 以本作於1985年獲得第十二屆 獎盒青年漫畫大賞 80年代中期資訊流通有限 但孔雀王依舊七龍珠和城市獵人 同列為當時青少年必追漫畫之一 在當時亦發行多款電玩遊戲和劇場版以待 其火熱的程度甚至引起了同一時期一樣活躍的香港電影圈主義 以港日合資的方式發行了兩部電影 並且在台、港、日、院線上映 電影的選角在當時尤為一時之選 在日版第二部飾演孔雀的阿布寬 至今仍活躍於日本電視和電影的第一線 甚至到了漫畫連載以完結數年之後的九零年代中期 還追加了發行OVA影帶 而作者迪野貞更是在其漫畫生涯的最後 利用《孔雀王》這一IP連載多達四部作品 從此種種不難相見 該作品在當時火熱程度 以及在讀者心目中的腫量 《孔雀王》是一部限制及漫畫 光靠著內容血腥或賣弄與性同體 要引起讀者們廣大且熱情的迴響 一定會有未來之處 作者利用了這兩者作為調味料 並且花了更大的精神 去描繪正邪對壘的古打場面 讓整部作品不是噴氣溝或發光素這種水泡式的對決 豐富的直接動作 讓頁面整體看起來更加有氣勢 加上驅動著地、火、水、風 秘法之力為己用的孔雀 《孔雀王》火炎咒 大日如來總是光護法 隨手碾來 拿去線上遊戲做設定 都是大絕招等級 就更別提那個聳真言、劫手印這種中二魂大爆發的形象設定了 足足比火影忍者還要早上15年 零兵鬥者皆正列在前 再配上手印 簡直是逼格點滿 在火影忍者獲得巨大成功的今天 你能想像在35年前苦悶的少年們 內心裡頭那中二的悸動嗎? 相合於設定的中二 《孔雀王》的故事內容 也安排得讓人看起來 有一種好像是這麼一回事的感覺 從吃油講到希特勒 從昆倫山、西王母 扯到高野山、空海大師 在各國神話和宗教的雜揉之下 從連載中期開始 失去了前期那種反攻自行的人文氣息 取而代之的是整個故事的暴走失控 本因成為不倫不類B級二趣味的故事 卻因為中二青少年漫畫這一個載體 而獲得成功 《孔雀王》成功證明了 只要找到合適聽這故事的人 天下就沒有爛故事的腳條 只要夠熱血中了 沒有什麼是少年們不買單的 你今天也結首硬了嗎? OLOB